Nissan 又要出新车了 没有错,为什么我讲又 因为实际上在过去的五年里面 Nissan 总共出了六款新车 这个数量可能跟一些品牌比是少了一点 但是作为马来西亚曾经的 TOP 5 品牌呢 它的六款新车其实并不算少 而在今年呢 官方确认了有一款新车要公布 那个就是目前已经开放预定的 Nissan Serena 小改款车型 目前在马来西亚贩售的Nissan Serena 是在 2018 年进军我国市场 而且是以 CKD 的方式贩售 虽然讲还是比日本迟的大概快两年 但是马来西亚市场竟然是东南亚第一个 贩售 Serena 的国家哦 这个是值得称赞的 而这款车在登陆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因为竞争对手确实比较少一点 加上那个时候这辆车的实用性确实很高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都还是有不错的能见度 而事实上呢 这个小改款的 Serena 在日本 也登陆了一段时间了 这个时候才进军马来西亚市场 是有一点慢 但是它遇到的情况跟几年前一样 就是目前在马来西亚这个极具的 MPV 中呢 新车 基本上它只有一个对手 就是 Innova 如果讲你要找到其他的对手 也是有 但是是里矿车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消费者 还是会选择新车 因此我个人相信 这个 Serena 还是会有一定的竞争力 目前 ETCM Aedra Tanjong Moto 呢 他们公布了这款车的预售价 马来西亚有两个等级可以选择 起步价呢 低于15万令吉 顶级版低于16万5千令吉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这款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在外观的设计部分呢 它进行了一个比较大程度的升级 采用了大量的镀铬材质 我必须讲这个 Serena 小改款的前点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帅气 也比较适合一些现在年轻奶爸的审美观 这个是我个人觉得 然后这款车呢 还会保留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电动滑门 我个人认为MPV车型没有电动滑门 就是在耍流氓 因为电动滑门对于家庭人士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你只需要一拉它就可以开 而且重点是 就算你的车停在比较狭小的空间 你也不用担心你的车门开的时候 会敲到人家的车 这个可以方便上下车 非常非常的适用 而且开口也比较大 就算你要倒平这个第二排座椅 让人家上第三排的时候 也没有难度 然后第二个特点就是 它的尾门有两层式的开启 为什么会有这个两层式的设计呢 这个两层式的设计 其实就是在方便我们 在放东西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你也知道 这种shopping mall的 parking 可能小一点 所以两层式的设计 你可以开启小门 这样它开启的角度会小一点点 你要放东西就方便 而你需要搬这个大体积物品上车的时候 就开启第二个门 那么你的东西就很容易进出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啦 不知道你们怎样看 我记得之前有读者表示 这个是已婚人士才可以感受得到的好处 那么我们的读者里面是不是有已婚人士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接下来就要讲到这个空间的实用性 其实Serena呢 这款车我试驾过 我非常喜欢它的空间实用性 尤其是你在全家人都一起出门的时候 这个Serena真的可以完全展现MPV的优势 首先这辆车7个座位 要乘坐7个大人完全没有问题 尤其是后排的空间表现依旧是相当的出色 再来呢 之前ETCM就是为了考虑到每个人的手上 一定会有一两台智能手机 所以这辆车全车会有7个USB 一人一个不用打架刚刚好 另外呢 这辆车也会有这个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还有360度环境摄像头的功能 毕竟Serena的体积其实不小 它是属于C-Segment的MPV车型 所以呢 停车的时候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 可能驾驶技术不好的朋友 会比较难parking 所以这个360度的摄像头 可以给你不小的帮助 OK 接下来就是要讲它的安全配备 小改款前的这个Serena呢 它只有基本的安全配备 不过那个是2018年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去挑剔太多 它拥有的安全配备 像是6到7个气囊 然后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斜坡起步辅助系统等等 而在小改款的车型上面 它增加了一点点的先进安全配备 例如说前方撞击一警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偏移警示 车侧盲点侦测跟倒车盲点侦测 搭配上原本就有的360度镜头等等 让它成为我国市场 安全配备比较丰富的C-Segment SUV之一 不过因为选择确实不多 所以这台车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毕竟一家大小出门 安全是最重要的 你说对不对 接下来就要讲到引擎的配置 引擎的配置实际上跟小改款前没有任何差别 日本市场跟香港市场用的1.21POWER 马来西亚并没有 这个引擎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首先是这个2.0L的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48HP 峰值扭力表现200Nm 然后匹配一个小型的电动机 它的最大马力为2.5HP 峰值扭力表现48Nm 基本上它就是做一个辅助 例如说提供这个汽车的冷气 Compressor 动力 然后你的唱机的动力 还有其他的东西 所以 可以叶子降低油耗 而且根据官方宣传的物料呢 这辆车依旧是还有这个EEV的认证 所以相信它的油耗表现应该不会太差 至于这个E-POWER为什么没有进来啊 我们有听到一些小道消息啦 据说是这个E-POWER成本太高 这个也是为什么Nissan Kicks 到现在我们都还看不到的主要原因 你们觉得这个动力配置够用吗? 我觉得做我一台家庭车 其实并不讲究它的动力多么出色 最主要是平顺就好 而且为了这个平顺表现 它还匹配了CVT的变速箱 我相信 如果是以一家大小的舒适性为取向的话 这个动力配置应该会满足你 目前这款车是已经在公开预定的阶段 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前往各大的Nissan展示厅订车 不过看车的话暂时还没有 而我们也相信呢 在近期Nissan就会举行这个新车预览的活动 让我们去率先体验一下这款车 如果你对MPV尤其是Serena有兴趣的话 那么你就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因为到时候呢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第一手的新车介绍 所以记得关注我们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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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